从画面上可以看到一对母女照着指示走在斑马线上 还没有过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出现一辆黑色的中古兵士车 像是完全没有看见行人一样硬身撞上 母女党当下被撞飞 妈妈更是跌在车子的右前方 女儿翻滚跌在马路上之后 忍着疼痛紧急地跑起来站到路旁 而这一幕也把路过的车辆给吓坏 今生尖叫带来听一段当时的情况 惊险车祸发生在台北市大安区 复兴南路一段路口 当时汽车与行人都是绿灯 汽车准备左转 但没有注意到正在过马路的行人 丝毫没有减速就直接撞上香港的母女党 索性撞到人之后 车子有紧急的停驶 两个人都只有皮肉伤 表示不需要送医 不过这夸张的驾驶方式 影片立刻在网路上掀起热议 有人表示这一定是车窗的隔热纸贴得太厚 还有人觉得有可能是因为被A住挡住了视线 不过驾驶没有里让行人 最高还是可被一道交法 开法36000元 以及掉扣加招一年